那这一条就代表了整只腿它的静脉的严重情形 健康的程度吗 我们的腿部有两条血管最有可能产生严重的静脉曲张 一条就是腿部内侧的我们叫做大隐静脉 另外一条是小腿后侧的所谓的小隐静脉 那么小隐静脉通常也是比较罕见的造成静脉曲张的原因 那我们也会通常用超音波顺便帮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小静脉曲张的现象 你说的是腿管吗 这一条血管就是我们的静脉曲张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血管就比较细小 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大概就知道它大概是正常的 那我们加上彩色看一下 压迫一点红红的血一点点 手放开没有逆流的现象 这代表这个血管并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这种情况就不用动手术 不需要到手术我们只要做表肥的治疗就可以了 所以看起来是还OK 对所以雨妮呢我们专业的判断 它是一个静脉曲张的第二期 那至于造成的原因刚刚我私下问过她 还有生过一个宝宝 那这个怀孕我想是 我们生两个也不过才这样 她生一刻可以 我那个长得又高又帅不一样 那你说她的严重程度还不需要做手术对不对 可是一般民众会想说 那如果做手术对不对 那这一条很重要 你说大隐静脉对不对 那我把它弄掉了或封闭了 那血不就没有地方跑 或者两条会用了那怎么办呢 如果已经很严重很多条都脏了呢 好问题耶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确实很多的民众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腿部有一条叫中央静脉 这是我们很重要的静脉 而我刚刚讲的两条都叫做表浅静脉 它们的重要性是次要的 而如果我们身体法夫受之父母 如果他好好的我们当然不会去处理他 可是如果他已经有半膜逆流的现象 我们只要一站起来 那他的血液就往下倒流 造成我们的水肿疼痛 皮肤的溃疡发炎 甚至皮肤变黑等等这样的症状 我们当然就必须要把它做处理 等于是我们要这个时候 这条静脉对我们来说是坏出多余好处的 像刚刚说怀孕很有可能是会有静脉出张 那另外还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 也会是高危险群的 对不起 一往传统的那个静脉驱脏的高危险群 大概都有影响 第一个就是要久战的 比如说像贵姐 或刚才的老师 或者之前的像是有一些 空姐 甚至有一些必须要一直站的那种交通远景 都有可能这些都有 但是最近还有一款新的 什么 现在人超级疯一个东西叫做那种马拉松 每天都有半马蟹 爱跑对 你仔细去参加一次那个马 你就会发现 前面那个人哇 好严重 因为他们一跑也是好几个钟头在跑 你在健身房做做样子 就是40分钟就下来 他不是 他一跑是四个钟头 五个钟头 关门时间最长八个钟头都可能 对啊 所以他你会发现 你去那个很多看 因为刚才刚才是有讲一件事情 你这样的运动长期站 他也是在久站 所以是新兴的这个马拉松族 有些也会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这真的要非常注意 对 那处理方法那就很重要 不然大家都很紧张啦 对啊 怎么办 干一事 这种事 那么静脉曲张的处理目前来说已经相当的静度 大概都是属于局部麻醉门诊治疗就可以 那不再需要住院啊 全身麻醉这样的一个危险性 那么像简单的静脉曲张 在第一集第二集的话 大概做表皮雷射治疗 就像我们打扮一样用雷射来治疗 或者用注射治疗就可以改善 这种治疗是怎么样 它是可以把那个血管蓝蓝的红红的就消掉了吗 就消掉了 它雷射光下去之后它就萎缩而消失掉了 好像这个左边就是雷射治疗前 右边就是雷射治疗后 那么包括第一集第二集的静脉曲张就消失了 那么如果再严重一点点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到所谓的注射治疗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特殊的血管高压的张力剂呢 让这个血管呢经由注射之后萎缩消失掉 也是改善很多耶 也可以达到明显的进步 这那么如果第一期第二期可以做的啦 对这大概到第一期第二期都可以做 那么如果到了严重的后面的起诉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使用微创的雷射手术 在局部麻醉之下呢 在门诊手术就完成像这样的一个治疗 那么病人也只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 对那像这么明显的一个静脉 其实处理后的话 不管是外观或者是症状多 都得到明显的改善 好可怕哦 他是不是赶紧去治疗 只要一直治疗 只要用光纤把它关闭就可以 就是我们刚刚超音波看到那条很肥的血管 那雷射光纤烧过之后 它就会萎缩而消失掉了 烧掉什么意思啊 就是利用热能 让这条不好的血管 逆流的血管把它关闭起来 关闭 然后血就跑别的地方 就走正常的血管 那从此后就没有静脉曲张的问题了 因为静脉曲张是因为这个血液逆流所造成 所以我们躺着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有静脉曲张 但是一站起来之后 我们身上的血液 就经由这条会倒流的静脉 而流到脚上去 造成会水肿 造成压力大 所以就是把那两个血管弄掉以后 就再也不会有水肿问题了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那你有静脉曲张的可以用吗 那就不会有水肿吗 你不会有 我们还是会有水肿的问题啊 不是吗 可以怎么了 因为它现在雷射 你看医生的脸 你看医生的脸 珍丽的重点是水肿 水肿有好多个原因 就像我们刚刚营养师分享 你喝太多水也会水肿 所以水肿的原因不光是静脉曲张 静脉曲张会造成水肿 可是我们刚刚营养师讲的 你喝太多水也会水肿 肥胖也会水肿 那所以甚至便秘都会水肿 所以说它好多原因 没有办法经由静脉曲张 就让它不会水肿 要对症下药 要对症下药 不过刚刚我们在看照片里面 还有那个比较严重一点的 那听说诱人是因为这什么 这个算是静脉瘤吗 还是什么 对它就是静脉瘤 鼓起来的静脉瘤 就像我们之前秀的照片上面 那个一个一个鼓起的血管 它其实它的血管已经很薄 那如果它一旦不小心被抓破裂的话 那个流血的量是相当惊人 我们可以看到左下方那一颗一颗 那皮肤都非常的薄 然后不小心抓破 那真的会流血的量相当惊人 之前有一个人就是这样 他就是去那个见肘 你知道吗 就是爬山 然后他其实静脉瘤已经很多 他可能也没注意说 要穿什么东西保护 那可能在走树虫的时候 刚好一个化过去 我们一般化过去 顶多就破皮嘛 他们刚好化到那个部位就 大出血就血流一直流 那这样会有危险吧 会啊 会失血 而且它这么会流血破皮 感染了 它会容易愈合吗 它那个地方应该也不容易愈合 一旦是静脉 所造成的出血或者是皮肤溃疡 如果没有根本处理的话 不但不容易好 而且很容易会复发 哦 是哦 那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手术会痛吗 感觉那个流 哦好大哦 然后这样凸起很多 它应该有麻醉吧 在局部麻醉之下是不会感觉到太大的不舒适 这就很容易的一个手术 那我想问一下该心 那静脉曲张机可以要防止你静脉曲张吗 静脉曲张 现在有很多女生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穿很紧的 很紧 而且它好像还要躺着 对很难穿 脚要这样翘起来 这样用力 这样用力这样 这有点像是这个什么 预防水肿那种 那很难啦 你知道那个袜子还很贵耶 很贵啊 她的袜子一两百 那个一千多耶 然后夏天穿上去还很难脱 而且很难脱 这个可以避免吗